今天來到這個空間 空間就是20坪 那我們在思考這個設計的時候 想說空間不大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空間 我們覺得應該不要太複雜 然後呢 希望整個是有放大的感覺 讓我想到一個詞 就是nuance這個字 它是來自於法語 它是用對應到我們富 豐富的富 那這個名字 這個暗場名字 我們想要給它取一個名字叫富語 那我們先解釋一下富字 富就是在豐富的裡面 可以看到漸進細緻的變化 這個變化是很細微很漸進式的 可以對應到我們的色彩上面 在這個城市當中會有很多七八種的顏色 像藤色 香居 霧香 還有哀白 象牙色的這些的變化 出現在我們的牆體 我們的櫃體上面 有些特殊器的牆上 可以這些細微的變化就表達了說 我們在這樣的基調當中 形成的這些細微豐富的變化 這是我們對富的詞的詮釋這樣子 瑜這個詞就是瑜意 意就是溢出來 就是多到溢出來的意思 因為我們是彈性空間 我們的想法是說 這樣讓這個空間就有點像 互相溢出來 然後滿溢出來 流到其他地方去 然後沒有把空間做死 就保留了空間的彈性 然後有一些部分我們是留白了 讓這些光影啊 能夠灑到不同的空間去 形成一些空間上的豐富的變化 哇 Tam 最近看到幾個這個案件 其實都有這個退休宅的一些風格 但是我覺得每看到一間 其實它給人的感覺是煥然一新 不一樣的一些做法跟想法 所以我覺得你是依照 就是屋主他們的一些需求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案件當中 你的格局配置 是怎麼樣去幫他們安排的 這個屋主呢 是我們一個老客戶 那在他以前 我幫他揮替過一個房子 那這個房子他們是說 要更老的時候住的 對 那在這期間 他們應該就是會把它 做為他們的一個度假屋 這有時候房子不只一間嘛 就是這裡住住 然後那邊住住 然後這邊就是可以做一些 他們想要的活動啊 興趣啊 因為退休之後很多閒暇時間 也開始想要做他們有興趣的事情 以前喜歡拼圖 或者樂高 組樂高他們就是 房子的樂高什麼這些興趣 然後還有就是像喜歡寫詩啊 需要詩集 需要有大桌子來攤開 很多的書本來看 然後先生喜歡攝影的話 作品就是也可以攤開 在這張大桌裡面使用 這張大桌是我們在討論完 它的需求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要設計 一張大桌給它 那至於像廚房的部分 建商給的廚房有點小 那因為我們知道先生喜歡做烘焙 那還是需要一個延伸長一點的 像中導讓它使用 對 因此我們就是讓廚房整個刻片 然後我們自己再增加了一個中導 延伸出來 然後跟我們的玄關的這個 穿鞋椅的位置可以結合起來 那進來就是稍微微微的把屏風 小小的屏風擋掉了廚房的 稍微的隱密性之後 我們希望廚房是開闊的 然後他坐下來穿鞋子 然後就是依然可以能夠進來 是整個開闊的感覺 這是我們在跟他討論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房子 一走進來的時候 我剛才還去看了一下資料 原本上都寫20屏風 怎麼可能 他明明看起來這個空間整個規劃起來 就是超過於20屏 我們自己也蠻訝異的 以這個空間格局 我們不建議進來直接視線上擋掉 他們也沒有風水的考量 所以我們覺得 你可以考慮就是說 我們進來的時候 讓眼睛視覺在一個點上面就好了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桌子 我們就讓一個視覺點在我們的腳的上面 給它一個比較藝術性的感覺 這是進來我們希望開闊 然後把原有格局裡面的三房拿掉一房 讓我們的窗戶可以露出來 兩個 再加上我們彈性房的時候 我們就把空間是可以開啟 其實我們在工區就很容易就看到 我們三個窗戶連續看到 所以空間是很開闊寬敞 所以我覺得這種種種形成了 我們覺得我們的空間非常的大 再來當然就是我們這個大長桌了 我覺得這個大長桌 你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設計 就像剛才你說 前面就是一個視覺點 其實我們當初在業主的需求 跟知道他退休生活會有哪一些活動 跟可能有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探討過 覺得說這個真的是他一個主要的活動的圍繞的地方 可以看到他在我們的工區的一個 幾乎是一個主角的位置 他也面對電視牆 所以這個桌子坐在這邊看電視也可以 然後我先生在這邊上網 他們可以互相都有互動 甚至家人來了 其實讓大桌把所有的孩子 孫子都可以坐在這邊一起用餐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多功能 然後平常它的興趣的部分 像拼圖他喜歡煮熱膏 然後或者是一些下午茶 然後插花 就是插花的興趣也是可以在這個地方做 因為這個桌子的材質的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陶板 大小有270公分 這麼大 對 所以它是一個結構都已經 剛都做下去的 很耐重的一個材料這樣子 所以很好保養這樣 對 那在我們桌角可以看到 它是我們講的藝術性 對 我們在這個地方是我們在設計的發想上 覺得它應該是一個不是方方正正 它應該是一個有曲線 就是也呼應到我們天花板的那個 大的一個拋物線的一個語彙 然後也發展的這樣 可以看到其實大的那個角 就是一個我稱它為S 大S 對 但是它是用 我們是用四個弧度半徑把它劃出來 對 然後在那個大S的部分 我們切了一個斜角 其實我們希望它看起來是比較隆空 不要這麼實體化這樣子 對 再搭配一個小C 跟它組合起來 成為一組的藝術性的角這樣子 所以其實TAM的設計 我覺得常常你在一些很細微的地方 其實你花好多時間 去創造出那個藝術感 當然也讓整個量體 我覺得符合空間的比例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當然這個主角的背後 我覺得也是很厲害 就是有展示 也有收納一整排 因為這道牆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以是它的收納也是佔得滿重要的一個收納 但在鏤空的部分我們建議還是要鏤空 有一些地方可以讓它去擺設一些它在生活上的東西 那我們在這個設計的發想 我們覺得應該讓它是一個錯落不要太笨重 色彩上做一些細微的跳射跟層次 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抽屜櫃 我們是做了一個細的邊框 在色彩上其實是有一點微微的跳射 讓整個表情是一個比較漸進式豐富的表情 在我們的這個高櫃的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有個推拉門推開 其實裡面是我們的鞋櫃 然後下面是挑空可以放鞋子 它的拖鞋就藏在裡面 其實是平常都很乾淨進來旋觀這邊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是一個功能性 其實這裡的話我們在當初設計的時候覺得 不一定桌子要兩個並排做 有時候轉向另外一個椅子轉過去 在這個桌子上 可能它真的是可以寫東西要比較安靜面壁的時候 它可以坐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覺得是我們在想這個事情的時候 想要他們可以有更多的行為 能夠在這個地方活動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 你剛才有跟我提到一個字叫做Nuance 在這裡頭 英文它的詮釋就是一個細微的所謂的變化 那我覺得其實在你點出了這些細節之後 真的這個Nuance就是發揮的淋漓盡致 所以我覺得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細微的變化創造出更多的生活感 這個客廳的配置其實我覺得蠻特別的耶 然後也讓我有不一樣的想法 我覺得退休其實是兩張單椅 我覺得這也不錯 可以啊 可是當初的規劃是怎麼想的 這樣很彈性 因為我們本來就希望這個空間是可以多變化 彈性 因為家裡雖然是兩個人住 那孩子是也會回來 所以有時候看電視就把兩張單椅對著電視牆 對 那也不一定會放電視 他們可能也就很掛掛畫 有可能 那真的想要能夠轉換的話 就把椅子移過來兩邊放 然後甚至這裡可以坐人來聊天 所以其實單椅我覺得移動也很方便 然後其實也可以讓空間在視覺上有不一樣的這個變化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然後再來我剛剛看到我們的電視牆 現在是掛著畫 旁邊這邊有一個入口 對 這裡是一個叫我們叫它客臥 但是它也是它彈性空間 因為基本上在一起生活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真的要安靜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房間關起來 就是成為自己一個獨立的一個耍攬空間好了 可以在這裡不受干擾 然後有人如果是看看電視 或者在廚房裡面那個聲音就可以隔絕掉 而且我剛剛偷看了一下 還有收納 因為我們雖然這個房子不大 但是我們給它做了一個適度的合適的收納 增加的收納 像這個下面 床墊拿起來的時候 下面就是可以收納 然後有一些抽屜 然後在我們這個廁所旁邊 就是客廁旁邊也有一個高櫃 就是適度的收納 那如果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電視牆 其實這個拉門 拉起來的時候 它是有一些的八手還是有一些的層次的變化 因為你在對應另外一邊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像轉角處 我們有一些直角其實這樣是非常呆板跟不舒服的 那我們在也是結合到我們這個空間有一支梁在這裡 對 這裡有一支大梁 那我們所以在想這個空間的天花板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是盡量高 我們就讓這個高點從低處直接從這個梁往上就結合在這裡 做一個拋物線 那我們用的這個茶鏡是削弱梁的重量之餘 你可以看到我們從鏡子的反射可以看到那個延伸進去的拋物線 從兩端都看得到 這是一個蠻妙的一個想法 然後如果從我們那個客車那邊出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那兩個大拉門有沒有 上面我們沒有做到頂 我們是讓上面是鏤空的 鏤空的用意其實是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弧形 拋物對 在走廊也是可以看到我們拋物的弧形 那就我們因為這個客房已經是讓我們的走道變得比較就是削弱的走道了 讓這個空間是過渡空間是變大的 那這樣走在走廊上從玻璃上往上看 那天花板也是延伸到那個就是彈性空間裡面這樣子 所以其實站在這個空間我覺得這個角度特別可以看出來 就是你在色系上那個微微的漸層感 對 被看出來 它其實是很細微 可以看到在這個拋物線的天花 這一道整道靈外牆的這道牆其實是一個藤色 這個顏色可以說是在我們所謂的基調裡面 它是比較深的顏色 那在燈光上它就顯得比較黃 我們是同色溫 這是我們要的效果 因為它結合到我們查進那個色溫是比較微微溫暖的感覺 在我們這個案子裡面可以看到這些細細微微的在色彩 在收編的這些變化其實都是從這些小細節裡面呈現出來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很適合一個退休宅的一個概念 因為其實人到了一個年紀其實就會注重細節 因為生活歷練多了 所以看到的東西也更細微 所以我覺得TAM真的是非常的細心 而且我覺得也是設計到我們客戶的心 在TAM所設計的作品當中 軟裝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公司多年來成立軟裝設計部門 配有軟裝師 讓每一個作品打造出不同的視覺美感與品味 所以TAM其實我發現空間的設計 就像你常講的要留白 就是讓就是屋主他們自己有一些軟件可以去布置 然後呈現出生活感跟他們的個性跟他們的品味 所以我自己悟到的就是 它就像印裝就像是我們的服裝一樣 那軟裝就像我們的配件一樣 其實可以展現一個人的風格 那當你們在規劃的時候 你們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想法去配置它的軟裝呢 那我們是怎麼去想這個空間的 因為這個空間不大 那我們在一個基調裡面就是 剛剛講過的淡淡的奶油基調 它其實在這個基調當中 把很多的東西放上去的時候 它是不會覺得滿 那這邊的話有一些留白的牆壁 那屋主它有一些他們的一些生活記憶的東西 或者甚至真的是符合它這個空間想要的感覺 可以去選擇一個可負擔的藝術品或者是畫作 這都可以這樣子 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屬於居住者的一個軟裝的設計 是要切合他們的喜好個性跟一些生活經驗這樣子 就是另外還有像虛誠 因為我看到其實在整個這個軟件的布置當中 甚至於像廚房我可以看到有這個水果盤 還有咖啡壺 還有這個義大利麵都好棒喔 其實真的軟裝就是在生活用的 不是拿來擺美而已 它當然是要必須視覺看起來是很愉悅 那在擺設上我們可以挑選一些簡單的瓶子 其實拿來放一些我們的食材在上面 像一些水果欄 我們會幫客戶挑一些好看的 像它很有功能性 它是平常喜歡吃水果 所以客戶他們水果可能是他們生活必須 那這樣我們選一個水果欄是可以洗完水果之後 它還可以濾乾 就直接放到那個就是托 有點像托盤一樣 就很平常放著也很漂亮 它也知道說今天知道這個水果是他們今天家裡要吃的 就去哪裡拿取 比如說像這兩張丹尼 我覺得我們選擇的時候有考慮到它好移動 除了在它的形態上舒服 這是人體工學必須考慮 然後在它是一個跟我們這裡的色彩要合之外 我們有考慮到重量 它當它要移動的時候 它是方便移動的 還有這個像這張椅子 它可以取代一個茶几 它不需要有茶几 它就是喝一個東西或一本書 它就放在這裡 有很多在卵妝上的一些小細節 我們因為跟他們聊過 知道他們生活的習慣 有時候可能這張何是男主人 他可能的習慣是這樣 我們就覺得這張何是他這樣子 所以今天其實走進這個空間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 我就是感覺到不管是硬妝軟妝 我覺得完美的協調的把它們搭配在一起 然後發揮的就是一種自由度 因為現在就是一個多變的社會 你看多媒體 然後人的生活就是要有變化 但是又要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個性 所以我覺得Tam 你真的就是所謂的空間診療師 因為在你的空間裡 大家走進來就放鬆 而且就有了這樣子的一個 屬於自己的空間 非常的療癒 但是她知道她隨著生活 不斷地向前走 也有更多的變化 可以迎接 就是這樣子 想欣賞更多 台熟鏡設計師的作品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 沿著筋櫻 並由我整理 整理 自然簡單人就用了 有個人的造型 在生活中 幫我整理 插搜索 並由我整理 離開 搭配空間 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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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